看到的 里面有数据线 螺丝铜柱备用保险 主板以及一张光盘 数据线USB一转串口数据线 如果大家手里面已经有串口延长线 或者是其他USB一转串口线的话 就不用再购买这个线了 光盘 也是一样的 老客户一般都不用再买购买光盘 光盘是需要 另外光盘是需要另外再加一块钱的 并且 可以下载的用户 可以直接发到你邮箱里面 发邮箱是不需要另外再加钱的 螺丝铜柱 这是为了支撑 另外网上设置的价格 除了个别几款之外 剩下的其余就是单独的主板加螺丝铜柱的价格 不包含数据线和光盘 如果需要数据线和光盘的话 需要另外加一部分钱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款FX1N 20.20MR型 CLC的整体状况 你开开包的 下面大家看到的就是20MR 20MR是这款是12输入 12输入 8输出 8个机电器 这个是中央控制器单片机 这是串口 这是稳压芯片 保险 共模电感 这些 是机电器 这些红色的是机电器输出指示灯 是机电器状态指示灯 这是串口 是用来插 是用来插串口数据线的 USB短串口或者串口延长线 这个串口是供 是供的 然后板子上我们默认都是配的母头 这是为了通讯下载 用的 板子在这个地方 板子在这个地方 写了板子应该使用的软件 下载的软件 板子点数 以及版本型号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板子的输入电源 输入电源 一般选用24V 如果一般实验的话 大家 可以选500毫安以上的 如果是长时间工业场团使用 建议大家选 24V两安以上 接的时候 就接在这个位置 24V和GND 这是输入 然后他通过一个供膜电感 隔离一下 然后通过保险 等 然后给整版供电 接的时候不要接错 就输入就接这两个 这个基因地 虽说与其他几个基因地相同 但是 这个基因地与这个基因地中间已经通过了一个供膜电感的之间的一个小隔离 大家好 下面我给大家讲一下输入 输入这个地 这个地之间 他们通过了一个供膜电感的一个小隔离 包括这个地都与输入进行了隔离了一下 输入的话 一般是选择用开关量或者是三线两线的传感器 三线一般是NPIN或PNP型 开关量的接法一般 比如用一个开关 这边接接近地 这边 接X0 X1 X2 等等 这样接 这里我只是简单试一下 就不再接了 下面我给大家讲一下 一般的两线传感器 可能在这块板子上使用情况会不太好 建议大家主要用三线传感器 NPIN型或者PNP型 在输入端口 这个地方都标有X0 X1 等等 一直到X13 这一共是12个输入点 在12个输入点除了X0等旁边 还标有P0.0 P0.1 等等 一直 12个输入端口 这表示的单片机 等于所对应的管脚号 这样方便大家单片机编程 输入的时候 如果有信号的话 这个指示灯 对应的指示灯 会亮 就是对应这一位的 比如说这一位有输入 对应的这个指示灯 就会亮 下面我给大家讲一下输出 输出这个地方 是24V 这个地方的24V 与输入的24V 它是相通的 只不过它中间通过了一个保险 这样的话 如果接到24V 负载比较大的话 保险会熔断 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下面我给大家讲一下 积电器的输出点 积电器的输出点 以一些 刚开始没有使用过PLC的买家 或者刚使用这种板子的买家 不太清楚 COM0 Y0 这等于 是第一个积电器 它的一个常开触点 当然整个板子 取的触点 都是常开的 这个 大家就当一个 普通的 常开触点来使用就行了 单片机控制输出的时候 它吸合 然后这个指示灯 亮 COM0 Y0 这是一组 COM1 Y1 是一组 COM2 Y2 是一组 这三组是单独的 COM3 Y3 Y4 这是两组 共用一个出点 COM4 Y5 Y6 Y7 这是三组 共用一个出点 并且 在Y0 到Y7 输出的旁边还标有 单片机的管角号 对应所对应的管角号 大家如果使用单片机编程的话 就会用到 直接可以让单片机输出 就可以对 对应的 接电器进行控制 大家接的时候注意一下就行了 还有一点大家注意一下 如果收到货后 如果桌面叫张的话 大家可以把螺丝通柱 给板子固定上 这样为了防止后面的电路板 与桌子上面的义务短路 让大家收到货 先不要急着 先不要急于去使用板子 建议大家 先从网上把资料下载下来 或者是把资料从光盘里面拷贝出来 拷贝到电脑上 然后看一下里面的各种介绍 视频 这样方便大家使用 然后 大家对整板测试一下 没有问题之后 没有问题之后 大家就可以 使用这块板子 各位朋友大家好 下面我对本店提供的 目前提供的两种电源介绍一下 这种 是25瓦电源 24伏 25瓦 这种 是24 24伏 50瓦电源 本店的电源在发货的时候都是 这个地方都是拆开的 因为我们就要对电源的线能进行测试一下 25瓦电源 输入在右边 输出在左边 这个地方写的是正微复微 这两个就是24伏的输出 正微就是正极 复微就是复极 这个显示接地的这个符号 一般可以不接 这个输入跟输出比较接反 这个ADG 这个地方是对24伏进行微调 大一般就在22伏到24伏之间可以调节 这个一般是对工业场合电压不稳的情况 进行调节 因为不同地区 不同地区的220伏电压 会有不同的差距 比如说有时候会 经常是在某些地方会在230伏 有些地方是可能是210伏 所以要对它进行微调一下 50伏的这个220伏输入端 LN在左边 复微正微在右边 这个是调节 大家接的时候注意一下 下面我将24伏接到板上 给大家测试一下 为了方便这里 我就已经接好了电 测试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正数 有些刚买的客户 可能手里边没有24伏电源 大家可以用 如果仅仅是测试的话 可以用12伏电源 但是这个测试 寄电器是没有输出的 甚至9到24伏都可以进行测试 只是测试一下输入输出的状态 正确的测试 还是建议大家用24伏 因为这个板子正常工作 必须需要 20伏 20伏到26伏为正常范围 但是不要偏差太大 这样都接好了 注意一下征服机 下面接上电源 电源指示灯已经亮了 这边5伏正常 下面我测试一下输入输出 用一根导线 连接右边的GNB 然后碰触这边的X输入端 这样就可以进行一下整版测试 刚才整版测试之后 灯全部亮 输入 对应输出都有反应 证明板子是正常的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下载时候数据线等情况 数据线 我们目前提供的这种数据线 比较便宜 也就一般场合实验时候用 如果大家对数据线有要求的话 可以选用另外一种立特的数据线 这种 这种线长1.8米 适合现场调试 笔记本使用 这种比较便宜的线 目前笔记本上 个别笔记本会出现 下载 发现 能发现串口 但是下载不进去的情况 台式级一般没有问题 但是有条件的客户 还是建议 用比较好一点的数据线 方便大家长期使用 这种数据线 一般 是公头 而板子上都是配置的母头 这样插上去 另外一端连接到电脑 电脑上 另外一端连接到电脑上 然后 在插上数据线之前 先把 先把USB转窜口的数据线 驱动装一下 装驱动的 装驱动的时候 装完之后 看一下 插到电 USB转窜线插到电脑上之后 它的串口号是多少 以方便下载 具体 在说明书 和安装软件 那些说明里面 我们会详细的介绍 如果大家是想用USB 对 对PLC进行实施控制 通过上位级软件 对板的控制 需要 这根线一直连接电脑 但是 正常使用的时候 就不需要 再 再连接 这根USB转窜口数据线 拖机之后 它 它会一直正常工作 各位朋友 大家好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下载时候的情况 下载的时候 先把数据线插到主板上 数据线 有这种USB的串口数据线 个别朋友是 串口延长线 或者是其他的数据线 先把数据线插到主板的串口上 然后把USB一段连到电脑上 然后在电脑上打开USB 下载 打开 STC下载软件 STC ISP 这个软件下载的版本 建议大家选4.83版本 其他的版本 可能会出现下载不稳定 下载失败等情况 针对这块 针对这块板子 单片级型号是STC904U2RC 大家在MCU型号上选择 各别用户选择的是 购买的是STC12C5V60S2 这个内存容量为60K 大家如果买的那个版本 可以选择相应的MCU型号 然后在窗口里面 选择USB的窗口线 对应的窗口号 窗口号如何寻找 我们会再说明出 及操作视频里面 还有详细的介绍 设置完这些设置之后 点击下载 直到出现给MCU上电 给MCU上电 大家 把 把24V的电源 24V 断开 或者把 或者把保险 拿掉 然后 拿掉两三秒 再插上 这个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 各别用户为了方便 因为它的 开关电源 因为它的开关电源 220V端 它是连到插板上 上面有个开关 断开电源非常方便 但是这种方法是不可取的 如果是断开220V 电 会导致下载失败 下载不成功的情况 所以这个 这个时候必须要 断开 这个24V电源端 断开 两至三秒 然后 再把线 接上去 接上去之后 串口 这两个指示灯 会拿回闪述 下载之后 电脑端 会有一声提示音 这两个指示灯 也会 灭掉 这就代表下载成功了 各位朋友大家好 下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 转换型 PLC MT型 MT型 就是晶梯管输出 这个输出 是ULN2803 输出的时候 这个其他 其他部分 和 FX1220M2 都一样 就输出的时候 接线的时候 大家注意一下 负载接在 输出端 Y0 Y1 Y2 Y3 到Y7 与24伏之间 在这之间 接负载 然后 进行工作 如果大家直接 把输出端和 2G 伏向前 可能导致 晶梯管损坏